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小毛,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如风君 关系再好,也不要透露自己这三个秘密 蔡根坦里讲,口乃心之门,手口不觅,泄尽真机 口是心门,有什么秘密,不要乱说 机不密,祸先行 关系再好,这三个秘密也尽量少透露 不然容易惹祸上身 自己的悔事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遗憾 有些遗憾伴随终生,它是不曾愈合的伤口 只要一碰,就能让人唤起疼痛的回忆 大部分人选择深埋心底,用时间一点点的打磨,一点点忘记 可是,有时候却忍不住,向熟人或者陌生人倾诉 希望可以减轻一点压力和痛楚 然而,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鲁迅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 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 对面是弄孩子 楼上有两个人狂笑,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裤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你的遭遇,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一段谈资 你与他们推心致富,可他们只会把你的遭遇变成故事 传播得更远,满足更多的猎奇而已 曾国藩说,好汉打拖牙,祸血吞,徐途自强 与其给别人倾诉,不如自己消化,变成自强的力量 苦难是一个人的伤疤,也是一个人的勋章 不自我感动,不自我标榜,也不自义自怜 在苦难中舔食伤口,反思自己,慢慢疗伤,才能慢慢强大 自己的志向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一个人如果到处宣扬自己的志向 那么这件事百分之八十会晃 他会离自己的志向越来越远 终至一事无成 楚庄王三年不明,一名惊人 他从未在公共场合宣讲自己的志向 反而是默默不语,暗中急需力量 人最容易受到暗示,有的来自别人,有的来自自己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在当众表露自己志向的时候 大脑会欺骗他自己 让他有一种已经达成目标的错觉 他也就不会再努力了 所以蔡根坛里讲 君子之志,御运诸藏,不可使人易之 一方面是因为现实和理想差距太大 目标小了让人看不起 目标大了让人嘲笑 万一有人使绊子 还会给自己造成不小的麻烦 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志向憋在心里 心里的这股气不散 达成理想的概率才会越高 自己的经济状况 古人说,谈钱伤感情 现在人说,谈感情伤钱 钱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亲兄弟,名算账 家人之间,账算不清楚 也很难和谐 朋友的舅舅常常跟他妈借钱 因为他家经济条件不错 加上又是自己的亲弟弟 他妈妈前前后后借了十几万 现在他旧家发达了 却说什么也不愿意还钱 反而说,你家懒个活就十几万 还缺我这一点吗 跟别人暴露自己的经济状况 就是露了底 好心帮忙,却被嫌弃帮得不够 人心不古,千万不要低估 人性的贪欲 不露底,人家尚赶你的恩 露了底,人家只会嫌你给得不够 暴露自己的经济状况 会让自己的朋友圈变得难处很多 钱少了,人瞧不起 钱多了,来借钱的就多了 不仅如此 暴露自己的经济状况 还会招来灾祸 天下无贼力 黄宝强无意漏腹 才被贼盯上 差点亮成大火 古人说,财不外露 没事不要炫富 难保身边没有居心不良的人 暗中做手脚 谁为利害本 口是祸福门 隐藏自己后悔的事 隐藏自己的志向 隐藏自己的经济状况 是一种智慧 三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人生一世 少说话 就是最好的修行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我是小毛 祝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